火岩山客走在火岩山步道 募集摊坊过后大量土石覆盖 登山路径消失了 陡峭的地形土石松动 一不小心可能往下滚落 就有登山客在联书贴文 5月底来爬火岩山 在1.6公里的摊坊处附近 不小心受了伤 5月底的梅雨封面大雨过后 火岩山1.6公里摊坊 负责任养的火岩山登山协会 上山先暂时抢修出入境 6月4号当天原本崩塌出步道 先将土石铺平 整出稍微能走的小通道 但地质仍然松软 就在记者在山脚直击时 仍有不少民众来爬火岩山 朝圣特殊景观 由于5月底崩塌后 很多人不晓得山腰的步道 已经崩塌 仍照计划前往 新竹领馆处和登山协会 召集立下大量告示牌 提醒民众 因为火岩山的地质构造 是厚层历史组成 梅雨带来的雨是 灌注火岩山出现土石崩塌 还有登山客挑战 不小心受伤 登山协会也希望 近期天后状况不稳 民众暂时先别来爬 三星五黄梦珍 张展赤盘苗栗报道 端午廉假最后一天 谢谢老天给个暖阳好收心 不过六号梅雨 封面接近将变天 名副其实Blue Monday 六号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届时呢 台湾附近的天气 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西半部地区 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 短暂准雨或雷雨 尤其是北部跟今天相比 天气变化会比较大 第三波梅雨季来袭 这回一连八天都将湿淋淋 六号周一开始西半部整天 会有不定时短暂 震雨或雷雨 东半部午后降雨为主 礼拜二开始天气最不稳定 西半部整天有局部大雨 东半部雨室稍微缓和 有降雨空档 十到十一号雨区 转移到中部以北 整天会有局部大雨 封面来袭雨淡 恐连炸八天 气温跟着掉 离拜二到礼拜六这段期间 受到封面的影响 水气比较多 所以各地在高低温的部分 落差不大 尤其是北部 因为整天都有持续性的降雨 所以说高温跟低温 都是落在二十到二十二度左右 比起廉价高温三十五六度 六月七号晚间到八号清晨 北台湾低温仅剩十九度 等于短短两天就掉了十二度 而中南部气温影响较小 低温大约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东部地区低温二十三度 周一上班日全台有雨 滞留风徘徊 加上西南季风偏强 十二号之后恐怕还无法脱离 多雨形态 三熊王串联保台北报道